今天是10月11号 A股收盘了终于不跌了 但是有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我今天又亏钱了 我又追高了 然后怎么办 明天会不会被横暗扭 但是有不少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我这段时间赚8了 我这段时间把钱去亏的都捞回来了 而且我还吃到大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说不来就是近段时间 如果你咬住了主线你就能够吃肉和汤 那么主线在哪里 其实从近期市场的走势来看 毫无疑问市场的焦点 重点主要集中在科技这一块 可以说科技炒作越引越烈 牛股腰股频频爆出来对吧 大家看一下近期的牛股腰股层出不穷 那问题来了谁会是最牛的票呢 谁会是今年最吃香的票呢 谁最有可能成为10倍大牛股呢 这期视频我们来盘点一下 科技板块各大核心龙头股的一个走势 提醒大家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足为一句 我常常跟大家说 想要回本想要吃肉和汤 你必须咬住主线 你必须咬住龙头 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选不知道怎么看对吧 仔细听听完后心里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来看 当前市场最热的毫无疑问就是谁 就是华为概念 华为概念是市场最火最强的一个点 那么华为概念在这一段时间 诞生了很多的牛股 甚至诞生了很多的腰股 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事 其实华为近期是涉及到面比较广 还有很多分支的 所以这个华为整个概念的话 它设计票比较多 我们可以什么 以区分这些细致的龙头来看 比如说前段时间涨势比较强的谁 结融技术对吧 结融技术可以说是这段时间 华为概念里面最强的一个点 那么这个票你看短期从什么 从这里9块多涨了最高的52块 涨了超过5倍 那近期属于一个高位的调整 那么有朋友会问这种票走完了没 走没走忙 不好判断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做超短线的 那这种票它既然守不住无捐线 你就应该考虑撤退 当然它已经涨了超5倍 它是最有可能完成10倍目标的 可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人家已经涨了这么贵了 就算再往上来10倍 涨一倍你的空间也不大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所谓一个风险区间 华为核心龙头这一轮就是它 但是它掉队后又有一些其他的票跟随上涨 那么除了它之外 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分支的一些核心龙头 比如说华为MATO60系列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 当当时炒作有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一个是芯片 对不对 但是芯片板块的话 它也创造了一个什么 也创造了一个快速的什么 一个上涨 都是当时你还记得吧 在这段时间势数不出现 一步快速上涨 但是涨了快跌的也快 近期又甜了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要有助龙头 什么意思 就是芯片板块核心龙头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但如果到今天 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芯片板块 就是华为这一轮炒作的龙头是谁 毫无疑问它 华丽创通 可能我这么一讲 大家会说 哎呀哎呀现在涨了涨停的 你才说 不是涨停才说 但即使我说的话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他是这里带头冲锋的 这个是龙头 以后一直强调大家 一定要注意什么 奥斯汀均压线对吧 奥斯汀均压线这个位置 能够守得住 我们看多继续逃 守不住我们要撤退 止损也好 紫盈也好要撤退 以后如果说你在奥斯汀线 在附近去做一个低息的话 做一个潜伏的话 你想想这段时间是不是吃到肉了 是不是撞了钱了 所以今天这里一个涨停板 一个加速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大利润 当然像这种票既然已经走出来的话 那么大家就要记住了 这个位置 后面以5日均价线为标准 在5日均价线附近 你可以低息可以潜伏 但是盘中急拉冲高冲到5日均价线之上 尤其是快拉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那风险就来了对不对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他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你看走出了一个A型的上涨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以这个 均价为支撑来看待 这个是华为芯片方向的一个核心龙头 同样的在华为META6年系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卫星导航 对不对 他可以打卫星电话了 卫星导航当时也出现了一些 比较强势的票 一些流票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 整个的行情当中 你会发现他涨得快跌得很快 对不对 这里发现没有 就是一个明显的A型 在这个高位还记得吧 在高位我当时告诉大家要什么呀 甭高减仓 回到低位 继续加仓 你继续买对吧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所以你把握好这个细节 是吃到肉吃到大肉了 但是从整个的卫星导航板块来看 核心是叠加的环利沧通 还有一个就是谁 通语通讯对吧 这个票 在近期的表现的话 只能说算什么 算一般 你看是不是n型的走势 n型走势 所以这种票把握性是比较难的 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票不要去追高 只适合这种潜伏 适合潜伏 操作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点还是叠加的什么华丽 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与之相关的6G 前期也出现一波爆炒 也出现一波爆炒对不对 然后你看6G板块 今天盘中创造了一个什么 板工拿了高点 突破了前面的什么 高点的一个压制 其实我在前面也跟他说过 5G6G要大家注意要大家重视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就这个思路 从目前的盘面看 毫无疑问 核心龙头就是华丽创通 它成为了资金 角逐的一个主战场 好 这是 每天六年手机爆发以来 发布以来的一些 各板块的一些核心 票的一些走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光刻机技术对吧 在前面大家知道 这里光刻机在这里出现一波炒作 但是随着华为 发布会的一个爆出 当时没有 没有发布光刻机相关的一些产品 所以他已经在一个大跌 这个大跌过程中 你发现没有这个低位 我是不是在这里是天天讲 天天提示大家要注意 要重视要咬住机会 低息就是上车的好司机 是不是 记忆这段时间天天跟大家讲 天天跟大家讲 咬住龙头不放松 那你在这里咬住的话 你想想这里一大掌了 你就吃肉了 很多人会说 二阳先生光刻机 龙头会是谁 其实这个方向有两个票 目前是表现比较强的 一个是蓝银装备 蓝银装备你看 在前面这一轮 他是不是在这里 10块钱涨了这里 20块钱直接涨了一倍 你看这里直接涨了一倍 好调整后 刚好也是杀了所谓的奥斯田均价线 如果说你在奥斯田均价线附近 你去做DC做潜伏的话 这里一拉起来 是不是获利了 是不是赚钱了 吃肉吃大肉对不对 另外一个告诉大家 如果说他在这个位置 能够守了住五均价线 我们仍然可以看多 现在可以看他 对不对 他很有可能再次运在五均价线 现在一路走高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有 所以你只要不追高 你只要守住强支撑 你还拍个啥 你还答应个啥 对不对 那你追高了 但我没输 他今天没涨停 但是核心龙头不是他 是他 张江高克 大家看一下张江高克在前期 出现一个4年版 近期调整也是比较充分 这个票我是在讲 关克机的时候重点讲过 这个位置怎么办 潜伏低息告诉大家要什么 上车 你看你在这个位置潜伏进去的 这里拉起来了 涨停了 今天是属于什么 今天是属于一个缩量涨停 明天肯定还会有高点 这个叫什么缩量加速 这是一个明显的弱转强 如果你是做超短技术比较好的 你就知道 早盘这个什么分属 就是我们说了弱转强 弱转强的话就代表说突破 所以明天他肯定还会高点 还有可能明天继续涨停 那么最好的策略 就是最好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二五四天捐压线附近 如果你在这位上车了 你是不是赚钱了 有朋友在中午的上面 我说二阳先生 你讲这个关克机历很抗 他那里有没有上对吧 龙头你有没有助 其实我已经说了很清楚 说了很明白了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好 那 关克机爆发以后 还有这段时间 大家可能会发现谁 新伞对不对 华为新伞这个方向表现也不错 那么华为新伞 目前表现最为强势的是谁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谁 融联对不对 融联他是他是新伞概念的一个是吧 前期的一个资金光众的一个核心 然后我也告诉你 在这里是吧 在这里我也告诉你 有可能走出n行 但提前大家盘中急跌急杀 杀了低位的时候 可以低息可以去抄底 盘中大幅度拉高 偏离均价的时候 不要去追不要去顶 是不是 大幅度拉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高位减仓高位出货 我常常跟大家说说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缩量加速 缩量加速要小心 甭高减仓为盈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高位追进去的 那今天是损失常众 昨天最高13块 现在是10块零几对不对 那这个损失就有点大 但同样的你说这个 融联科技华为欣赏的核心票 走忙了没有 还不一定走忙了 所以这种票的话 我觉得调整后 仍然是机会可以去博弈的 但目前来说 属于一个高位有出货的嫌疑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另外一个就是在放假 长假期间保护的一个新的热点 那就是华为的充电技术 超充技术 全页链超充对吧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个炒作好像不太是吧 好像不太行 但是也仍然给了机会 什么机会 你仔细看 有些票出现一些明显的上涨 比如说永贵电器 借着华为概念 你看近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动 20厘米20厘米 今天短期三天时间找了五六十个点 对吧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你就要记住了 它是属于突然加速上去的 那么高位去追高就不靠谱了 你实在实在要忍不住的话 你就可以盯着这所谓的五日均价线 附近去做一个博弈做个跟踪 这位置一旦守住的 我们可以吃肉 可以什么 可以喝汤 对不对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 特别留意的 对于当下的一个走势 我们是吧 你一定要记住龙头骨 龙头骨咬住它 找低点支撑位去潜伏 没问题 追高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就是在前期 有一些板块 也比如说华为机器人对不对 也出现了一波炒作 那机器人方向你看近期 那有多支票是涨停的 有多支票是大涨的 但是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机器人方向已经出现分货了 前期的核心龙头是金轮电子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金轮电子 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什么涨停加速后 迎来了一个什么下跌 所以这种票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这里是什么 一字板一字板上去的 以后不要轻点去接 你去接的话 给你机会说不定就是套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你在这操作上面 在这个位置接进去的话 这里不就是进套了吗 是不是 从目前市场的这些高位票来看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感觉这些炒作票几乎都是业绩不怎么好的 这也印证了中国的股市的一个特点 是吧 炒技擦股炒垃圾股对不对 对于整个华为板块来说 我认为后期还会有更多的票冒出来 有更多的票走出一些 什么比较好的走势 对于当下的行情我们要 注意去若留强 今天盘中有一只票表现是相对说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好上好 这个票在下午出现一个什么 快速拉升冲板失败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特点也很明显 它是属于什么刚上市不久的票 以后 近期出现个放量 关键是它的流通值才多少12个亿 所以这种票很有可能被资金给关注 它涉及到的是消费电质 芯片概念 其实跟当下的一个热点是非常之 什么 非常之叠加的 所以这个票的话 短线客 一定要注意 它能否再次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反暴继续上涨 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带头大哥 对于这种票的话 最好的策略其实很简单 跟他讲过急跌急沙 杀的所谓的 五天均加仙附近我们做个低息就好 后面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出逃了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 那除了这些强势的票之外 大家觉得 谁还有机会成为 科技板块的大哥呢 从 这段时间个股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票脱颖而出 成为当下最热最强的 10倍股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